这种身材是不是让人很羡慕呢 不过对于刘根宏来说 光有线条那可还是不够的呢 一般训练核心都是稳定式的 可是这样的稳定 让你的核心肌羁加强 却没有办法帮助你在各样的运动当中 你能够拿出更好的能力 所以透过这个你可以在 训练你的核心肌群的爆发力 刚才最后跳起来那一散拉肩 这是叫做飞旋核心 我们常在打球 需要你这样的核心肌群 不然你看Michael Jordan 他们怎么在这边拉肩库做这个腰力 一般人要训练这个不容易 但是透由这样的跳起来 这空间瞬间的爆发力和核心 却不过只有这么拉力 把你这个肌肉加强 让你出去运动的时候 能够表现出更好的成绩 因为专挑乃哥来练 每次两三分钟的拍摄 刘跟宏都要好好地调整呼吸才行 真的需要这么拼吗 刘跟宏说 其实自己在动作之前 都会仔细评估 只要够安全 锻炼的时候自然就能全力以赴 比如说男生 如果你力道真的够的 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子用站姿的 一般在坐滚轮 杀不住车 其实你就会出去 脸部着地 或者身体就摔到地上 会很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所以在这个设计上面 它有一个刹车的辅助 让你万一扛不住的时候 杀住 你还可以回得来 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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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单身到三个小朋友的爸爸 刘跟宏锻炼的地方 也从健身房延伸到家庭 那是怎么练呢 其实只要有门 他就能练 让你无所不能 杀 杀 掌握跟踩 掌握跟踩 不止刘跟宏想要在家练练身材 健身房等级的设备 最近也有新浪化提示 你看我们把这个蓝色的安全套掀起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方的盘化 对 绝对教练的动作之后 那你在家里就可以自行操作 然后把握一个原则 我们主要是靠我们 臀部的力量往下推 肚子的力量往上收 那刚刚加速或加速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膝盖压力 相变没有很大 所以它反而对膝关节的冲击压力 比你在地面上还小 设备是固定的 人是活的 想要跳 想要好几个人 一起发泄情绪 照须超市 想留汉 真的并不来